这一课我们会学习很多的字 这些字我们也逐个解释一下 %里面有些字眼是关于买东西、卖东西、赚东西 首先要知道有货币成本 每买一件物品会有货币 售价是售价 卖出多少钱 真实卖出的价钱是多少 Mutterprise是标价 标出来的价钱 不一定是最终售价 通常会牵涉到有折扣 Discount就是折扣多少钱 即是商品便宜了多少钱 Discount% 这个是折扣的百分数 即是20%或10% 你就要知道它在问什么 Profit就是赚多少钱 Profit%就是盈利的百分数 Loss就是亏了多少钱 Loss%就是亏了百分数 好,亏了百分数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主要有两种人 一种是Boss 即是老闆 另一种是客人 就是客人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当你代入他的角色 你会发现有很多公式 其实是理所当然地出来了 我举个例子 老闆的 作为老闆的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关心的就是 他最后赚到多少钱 或者亏了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作为老闆 即是如果你当是自己老闆的时候 你会很关心的就是 你最后赚多少 亏多少 好了,那你赚多少 亏多少呢 假设他有一个赚钱 叫做Profit 赚到钱的话 你最关心的就是 成本和售价 标价对你来说 没什么意思 你可以标高标低 然后最终 归入去有盈利 其实就跟你的售价 最终的售价 所以和标价是没什么关系的 假设他赚钱的话 是不是就是说 他的售价 是必须要大成本 那就是说 他的售价就是 很简单 就是售价价 减它的售价 这个就是说老闆 售价价钱 就是售价价钱 就是售价价一定是 比售价价钱 才能赚到钱 好了 那售价价钱又怎么办呢 售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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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伸减贯除贯的概念去做 主要是伸贯 什么是伸贯 什么是伸贯 最终售价钱 一定是最新的价钱 而贯就是成本 最贯的价钱 好了 所以呢 伸减贯除贯 或者大减小 续除贯 就是这个 售价钱 减它 除贯 下贯 乘100% 这个就是 the profit average 这个当然啦,如果有人问你 profit percent的时候 你是需要懂得回答 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它是给了售价价 和 cost 你 不是一个分数的形式 那你怎样去处理呢? 如果你知它是赚钱的话 你知它是赚钱 如果它是赚钱,那你想一下 赚钱的话,profit percent是否应该是 positive 正数 赚钱的话,是否应该是 selling price 会高一点 坐强负弱的机制仍然適用在这里 即是说我乘一个 一加去 profit percent 应该是乘给 cost 的 明白吗? 坐强负弱的机制仍然有效 Selling price 在这里,它大一点 因为它赚钱 你看到吗? 这个 cost 在这里 赚钱呢 它大一点的话 Selling price 大一点 坐强负弱就帮弱一点 好了,然后 到 虚钱了 假设是虚钱了 Loss Percent Loss Percent Loss Percent呢 就反过来 Loss Percent就是 舊的继续都是 cost 但如果它是虚钱的话 那你就看一看这个数 如果它是虚钱呢 是不是应该就是 原价,即是 cost 是会大一点 减减 selling price 那条数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啦 那条数据 我可以再做一次 那条数据 我可以再做一次 就是 如果是最大数据 就是 如果是最大数据 一减就是loss% 數字就是這樣列出來 當然你可以理解到 如果是loss的話 loss就是在cost減到saving price 然後就關於discount 大家看看discount 就是 我們cost處理了 saving price處理了 profit loss profit percent處理了 discount關於什麼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discount關於消費者的 消費者永遠都不會知道 成本是多少 cost是永遠都不知道的 discount關於什麼呢 discount的數字就是 你有一個便宜的價錢 所以你預計的話 既然它便宜了 是不是就是說 標價會比最終的售價高 即是mutter price 是會高一點的 減去這個saving price 其實就是所謂的discount 好吧 那discount%又如何處理呢 discount%呢 又是了 你用新減舊除舊的概念去做 也是大減去除舊 也是大減去除舊 舊的價錢一定是mutter price 因為呢 對於一件貨品來說 它原先有個成本 跟手會被人標了價 最終會有個saving price 如果你理解到這個流程的話 你會發現 相比之下較舊的是mutter price discount是大減少 所以一定是mutter price 減去saving price 在份子上 mutter price是大些 好吧 如果呢 接著就是 discount% 如果我用另一種寫法 mutter price 和這個 saving price 去做比較 好了 我們又是問 哪個大一點 大一點是這個大一點 mutter price 是大一點的 如果它大的話 discount當然是減少了 對不對 坐牆負弱之下 我們坐牆了 乘以1減去discount% 這個數字就是這樣 mutter price乘以1減去discount% 就會等於saving price 這個就是 關於整個 賺錢 蝕錢 就是這一回事 大家要記住 其實你用兩個角色去看就可以了 boss 作為老闆 他最關心的是 賺還是蝕 賺多少 蝕多少 關心的是 saving price和cost 對於客人來說 永世都不會知道 cost 你只會知道 market price和saving price 最多是discount 就是這樣 要留意 如果你想做這類題目做得好 其實如果這題目已經有 cost 或者saving price出現 你要自動去想回另外兩個 其實這裡是三兄弟 好喜歡一起出的 cost saving price market price 好喜歡一起出 大家只要想回一些生活化的例子 就會處理到這一類的題目